大腸癌是發生在一個我們臨床上 幾乎都有各種人有機會 為什麼說人有機會呢 是因為大腸癌的發生率 就像我們這個胎症的統計一樣 直線上升 當我們如果家裡面沒有任何家族史 有大腸癌的外者的話 我們一般的發生率大概在2%左右 那如果有家裡面有一個一等清理章 這個風險發生率就會提高到6% 那如果說有兩個一等清理章 那他們就會提高到17% 如果您家族裡面有一些比較少見的 遺傳性的非脂肪大腸癌症 那風險群更會大幅提升 族群是大腸直腸癌的高風險群 基本上可以從環境因子跟遺傳因子 兩個因子去看 環境因子也就是說 如果您是本身具有抽菸喝酒的習慣的人 或者是說他適合吃一些高油炸的 高紅肉 含紅肉性的食物的話 比較容易產生 比較容易有這個大的機會得到大腸直腸癌 那哪些是保護因子呢 保護因子一般來說的話 是蔬菜 水果 鮮果 以及運動 不活動的人 不運動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大腸癌 那遺傳因子方面來看呢 其實大部分的大腸直腸癌 並沒有很直接的說 直接的遺傳因子 一些少見的情況之下 包括是一些發炎性的腸道疾病 或者是家族性的 非大腸性的直腸腺瘤症 或者家族性脊肉症 這些少數的疾病 其實在國內並不多 但是國內比較多的是 父母親要提醒各位 就是如果說家族裡面 有一等親 二等親 左右內的人有得到大腸直腸癌 就要提醒你本身 你得到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可能比一般人 多了一倍到三倍不等的增加 一般的這兩種 分辨全血檢查方式 化學免疫法 化學法它的好處是 便宜 迅速 但是它有比較大的缺點 容易有偽陽性跟偽陰性的產生 那容易造成偽陽性的情況 一般來說 如果說飲食之內 吃到含有 富含過氧化青梅的食物 或者是說 含有一些非人類的血液 例如鴨血 積血 豬血 豬血高這些等等 就容易造成偽陽性 那偽陰性的情況是說 如果本身有吃了維他命C 那它會抑制我們這個 過氧化青梅這個酵素的活性 所以容易造成偽陰性 所以在飲食方面 如果需要做一個化學法的 免疫篩檢的話 分辨全血的篩檢的話 我們需要把這些 要避免的食物 可能要先跟民眾說 那比較新的 免疫法的一個篩檢 它的好處是 能夠測到完整的人類血球 利用抗原抗體的反應 那這樣子的血球 它比較容易局限在下下化到 也就是大腸直腸 來這邊出血的情形 它比較檢驗得出來 那除了這個非侵入性的檢查方式 我們還有一些比較侵入性的工具 例如內視鏡的檢查 或者是說下下化到的攝影 甚至是一些 虛擬大腸鏡的一個電腦斷層 但是這些檢查方式的話 最終如果是下下化到攝影 或是電腦虛擬大腸鏡發生問題 還是需要做一個大腸鏡的鏡檢 電腦虛擬大腸鏡之所以 在台灣才尚未達到普及的原因 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是 它還是需要做清腸的動作 另外它是需要做一個電腦斷層 所以可能會考慮到電腦斷層 所帶來的輻射線的一個 劑量的暴露 以及它的判讀需要比較有經驗的 放射科醫師做判讀 否則容易造 否則在一些比較微小的一些 息肉方面的話 它的陽性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如果說在初步的篩檢 分辨全血檢查有陽性的這些病人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建議是 以最直接的方式做內視鏡的檢查 會比較好 如果它的免疫法裡面驗出 是陽性的一個前血反應 基本上可以代表下降化到 一定有某地方出血 只是說我們出血不一定是 腫瘤造成的出血 也有可能是潰瘍的出血等等 那化學法它的缺點就是 如果有一些上降化到出血的患者 它可能會跟下降化到做一個混淆 所以可能病人其實 不一定有下降化的疾病 反而是上降化到 例如潰瘍 例如一些其他的疾病會造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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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